据了解 医管局目标争取在今晚之前 将在医院外露天等候的求诊者搬到室内 地点包括医院内的公共空间 或者普通科门诊诊所 不过仍要考虑这些地方的通风安排 以减低传播风险 错步倾向先将快速测试情阳性的求诊者集中在一起 也会增加空气清新机 至于运送到医院外其他地方 交通安排也是关键 正是研究是否租用旅游车 但也要确保司机熟习穿着保护衣等等防护装备